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脚印草起来 有的纸 有的纹 自由公道 花是非财 人家人榜 有善恶 不忍一怕 生痴斩 人家人榜 有对错 成恶恶生 生痴斩 做好人 做好人 说什么也要做好人 天上云烟 云上盘 三尺之上有神灵 要不说 我可真要打你了 反正从小也没被打过 谁怕谁啊 老爷 小姐说她从小没被打过 谁怕谁啊 你看看 都是给你宠坏了 这到底是谁宠坏谁啊 老爷 你想吧 小姐啊 确实是被夫人宠坏的 夫人啊 是被你宠坏的 所以啊 小姐还是被你宠坏的 谁都怪不了 都是你错 爹 我的婚事就是这样 没得商量 小翠 我们走 你 你 你 没得商量就没得商量啊 现在最要紧的是去趟巡抚府 看看巡抚的反应 有什么反应啊 婚事是没指望了 我看哪 只能是破财消灾了 哎呀 钱哪不是万能的 就是破财也未必能消灾呀 我倒是不担心徐城啊 你凭什么不担心徐城啊 他毕竟是皇亲 跟我打交道以来 他还算是正直的 也许正直的比不正直的更可怕 我想啊 今天的事对他来说 是个奇耻大辱 一个堂堂的三品大员 皇亲国戚 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 所以 你要赶紧去一趟巡抚府 看看情况再说 哎 没想到小蝶这么酱啊 是啊 哎呀 你快走吧 啊 这回啊 真是我们的生死之劫了 啊 我这就去 哎 哎 啊 我这有什么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在吗 大人和师爷刚刚去了南通州 明天才回来 明天才回来 那谢谢了 回去吧 你现在是出名 江山镇的人不认识黑山老妖 却个个认识一个刻木头的妖 你这么说 就是说江山镇我以后是回不去了 家也回不了 当然了 只要你一露脸就 你现在没有家了 三弟 你的心思是不是在林家 是啊 不知林家怎么样了 林来傅呢 去了一趟衙门 结果吃了闭门羹 徐城说是去了南通州 其实呢 他就在衙门府内 只是不想见他 至于你那林小蝶嘛 我只知道他是在闺房里 可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想大哥也不惜问我去偷看吧 你们说吧 我该怎么办 我早就说过 去林家 把林小蝶抢了 远走高飞 三弟 私奔可是重罪 到时候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怎么办呢 是啊 他说的没错 我总不能带着小蝶 或者四处逃亡的生活吧 那你拦轿子干什么 争取 争取 争取什么 争取林来傅同意啊 嗯 我说了 你是痴人说梦 他非但没认你这个女婿 还诬陷你是妖啊 他的确是够狠的 也许伯父这么做 都是被我逼的吗 伯父 怎么叫他这么亲热啊 不叫伯父叫什么 他终究是小蝶的爸爸嘛 林小蝶爸爸 你怎么就这么傻啊 他怎么这么傻 我我跟你讲啊 这不是傻 这是爱心 爱心是无敌的 哎 三弟 爱情就是这样的 哦 太有见地了 爱心是无敌的 爱心无敌 争取贤 争取老佑 你想干什么 他是烟齿侠 是我的千年树林 我要报仇 和你们没关系 给我滚开 喂喂喂 先等等先等等 烟齿侠又是谁啊 就是你 哦 又是我 我 他们两个说我是钟葵 你 天师钟葵 你笑什么 既然知道是钟葵 他们赶紧滚蛋 你也是天师钟葵吗 我是王傅曲 他是柳台燕 我们是钟葵的兄弟 怎么样 你们是钟葵的兄弟 兄弟的屁 哎哎哎哎哎哎哎 行了行了 一人少说一句 不不不 干嘛这么用力啊 是他们两个不关我的事 叶强 我被你死定了 慢着点慢着点 他们两个说我是钟葵 你又说我是燕赤侠 这两个我一个也不是 我叫周复生 堂堂一代天师 怎么变缩头乌龟了 我不是缩头乌龟啊 我是磕木头的 磕马偶的 我不是什么大侠 你真的弄错了 那你说什么爱情无敌 这么说 你是宁采臣 什么宁采臣又是谁呀 他是人 对了他是人 我也是人 你刚才说的那什么阴 阴阴什么什么 那个是你的千年宿敌 宁采臣不是吧 那我就是宁采臣了 这么说就对了 是他让我戴了绿帽子 他是我的青霓 那我不是宁采臣 我没抢你老婆 就是你抢了我的老婆 我我我我还没成亲呢 我没抢你老婆 我是官官一条嘛 林小蝶就是我的老婆 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他叫林小蝶 当年他可是叫叶小倩 他就是我的老婆 知道吗 我生吃了你 三弟 还有我功啊 三弟 没有练战 快走 我要生吃了你 我要生吃了你 我太肥了 你吃了我 对你身体不好的 我真的真的 我不骗你的 不行啊 不行啊 别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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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还知道来呀 你们怎么不到明天再来救我呀 他走了 跑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 好像那边那边那边我不知道 先别走 听我说 只有抓住了黑山老幺才能证明我不是幺 只有抓了黑山老幺我才有机会和小蝶在一起 等等我 其在前面的人是巡抚的一样 他正忙着抓我们 他正忙着抓我们 对了 他也想去灵小蝶 嗯 什么 我们 可以上他们的室 骗 骗 驗 大人 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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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掉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们换路走 我 此物乃是痴难怨离的定情之物 在火中 都难以让它损我 这就意味着 玉火重生啊 玉火重生 姻缘本是天注定 天命难为呀 老爷 坐 小爹 坐下 我想了很久 也想了很多 这人哪 一生总要犯很多错 但有一些错 犯一次 就足以毁掉一切 在小爹的婚事上 我是犯了个大错 出尔反尔 我应该 不听你的话 不改初衷的话 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最近耳朵 一直什么都能听到 都明白 我是大理于心 小事处乱 家里真正的事 都听你的 你说的是有道理 却未必都是对的 可是 我能看着女儿 麻烦缠身不管吗 那周复生被县衙抓去 不是我的错 你呀 我们做父母的都有错 是女儿设事不深 给家里添麻烦了 宝贝 女儿对不起爹娘 这是非已经过去了 我让你们两个来 是长话短说 自古衙门如恶虎啊 寻抚 不可能咽下这口气的 很可能对我们下手 你和你妈赶紧准备一下 等天黑了 跟婶婶们一块儿 离开江山镇 你和你妈 到你的外国家去避一避 你可以去找周复生 至于找得到找不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和她的缘分 是天定的 还是怎么的 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 走吧走吧 爹 那你呢 爹犯的错 就由自己来承担吧 那怎么行呢 事情都是因为我的选择 我不能因为我的选择 让爹娘受到牵连 有天大的事 女儿来承担 小蝶 你不找周复生了吗 我是很想找她 可是 你们是生物养我的父母 女儿不能报答 你们的养育之恩 已经很不孝了 要是再让你们 为女儿承受灾祸 就更不应该了 爹 娘 还是你们走吧 不 爹骨子里面是势力的 爹骨子里面 是愿意 让你和巡抚相好的 不 还是你们走吧 我留下 娘 小爹 别怨你吧 要怪就怪我 他是被逼得一错再错的 我亡为人母 娘 小爹 对不住你 我老了 说有所谓 还在折腾 说无所谓 太突然了 这一回不是我看穿了 是心如死灰了 也好 无欲则无惧 你们走 我能对付他 爹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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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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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后再也不能跟着你了 老爷 是 不可人 小爹 爸妈答应他 一定会办到 我会托人 把他找到的 老爷 老爷 时辰不早了 马车在镇东口等着呢 小田哪 老爷 这几十口人 就托付给你了 小田哪 老爷 您放心吧 好 赶紧走吧 抓紧时间 走 我的老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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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圆外 人生无常 祸福相矣 有时候真不知道 来的是喜鹊呢 还是乌鸦 我是说 不知道来的是喜鹊呢 还是乌鸦 喜鹊也好 乌鸦也罢 对你来讲 左手架着喜鹊 右手放着乌鸦而已啊 嘿嘿嘿 哎呀 和有见识的人说话 就是痛快 但是有一点 你一定要相信我 下官呢 始终是邦林大圆外的 起来 让我看看 来 嗯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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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哎呦 我对你不感兴趣 什么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林小鼎 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不是 我是黑山老妖 嘿嘿嘿嘿 自令啊 满门儿玩 满门超咱 忠灭九族 下官可以为你指一条生路 什么 林大爷外 只要供认教女不言 女儿从小便民玩不逊 虽然冒犯了皇亲 但是不是故意的 愿求堂上宽恕 愿林小蝶 薛吉为官奴 什么 让我女儿 薛吉为官奴 并把所有的财产交给国库 请堂上能免去满门杀戮之罪 林大爷外 只要在这上面画个压 就能活下 大大小小 二十几条人命啊 我还在这上面画的 我希望大家看能在这上面画说 这有点 我以为王太太的 我以为王太太太 丢在一个大铁架上 大小姐 千金大小姐 想想那个场面 祖宗十八代的老脸 都给你丢光了 还要割呀 一刀一刀的 把你身上的肉割下来 我们还要把你骨头拆下来 林小弟 你从一个人上人 一个千金大小姐 沦落到今天 任人宰割的死丘 为什么 就为了一个 磕木头的穷小子 对 就是为了一个 磕木头的穷小子 认识他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爹娘对我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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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周福生的爱 你呢 甘愿做一个老药的奴隶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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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要像你一样 做回人 我要尝一尝 被男人爱 和爱男人的滋味 不过 不过我不会像你那么傻 因为爱不是女人的唯一 因为你不懂什么是真的爱 我不懂吗 如果我不懂的话 如果我不懂的话 周福生 早就死了 不过 我听说要积德 只要积了德 妖也是可以重新投胎做人的 做人好吗 做人当然好 为了做人 我可以不择手段 我可以不择手段 尝过做一个死人的滋味吗 你不怕死吗 可是你死了 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我已经得到了 人不可能永远活着 只要活着的时候 有个真的想拥有的美好就够 有个真的想拥有的美好就够 你 不后悔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就是一样 有太多的养 爹娘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我非但没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还要害他们死于非命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心爱的人 想要跟他好好相爱 好好活日子 就比他带来不幸 带来灾难 如果我就这样死了 你能帮我带一句话给福生吗 什么话 让他忘了我 为什么 忘了 就是爱 这就是爱了 此情此景 恍若从前呢 我们和大哥好像也来过这里啊 我想起来了 我们是来过这儿 是为了抓心魔 抓心魔 那是在苏城 这里是江山镇 不要搞错了 哎呀别扯别的 还是说说怎么找到那个什么黑山老妖吧 好啊 那就全靠你了 我 嗯 他把你当诱饵 什么诱饵啊 哎 你想啊 黑山老妖 认定你就是燕翅侠 一定会紧盯着你不放的 何止啊 他还说林小蝶就是聂小倩 聂小倩就是他老婆呢 他肯定会去找林小蝶 哎呀完了完了 那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小蝶吧 看来 现在并不是黑山老妖 难舍聂小倩 而是我们的周大哥 难舍林小蝶了 哎呀别说这些了 不过说起这个聂小倩 我得想起那幅画 聂小倩的话 没错 有了这幅画 就能找到邱燕 找到邱燕呢 他曾答应过 帮我们一起去对付黑山老妖的 哼 你怎么连妖也相信 啊 我不是相信他 而是看出邱燕他 也有善良的一面 妖也有善良的一面 对啊 我告诉你 妖就是妖 哎 三弟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邱燕真的能帮我们 这道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嗯 嗯 有了这幅画 就能找到他吗 可以 花儿呢 在我家 走啊 走 嗯 哎 哎 怎么邻家变成兵营了 哎哎 大哥 平安 武士喽 哎 哎哎 哎哎哎 兄弟兄弟 嗯 这林府的人走了 嗯 嗯 听说连三岁小孩子也抓走了 最惨的是千金小姐 啊 啊 抓去哪里了 全都给抓到巡府衙门里去了 哎 哎 谁生的糖 嗯 本官问你谁生的糖 大人 我生的 你 你知道吗 你小蝶 我也抓了 了 放肆 你大 啊 小蝶和大胆 是不是 啊 啊 啊 我让你喘口� emot鞋 啊 啊 也 b 也是想 你小蝶 :「娘 啊 bumps 不是 衄疑 啊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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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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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进口 岳 干什么 什么 何人进口 怎么是你呀 你笑什么 大胆周富生 还不拿下 是 你别动 你来呀 你别动老师 你别动 堂下什么人 放肆 本官问你是什么人 我不是人 我是妖 不管林小蝶的事 是我使了妖术 让她抛锈球给我的 什么都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你真的是妖 是 我是妖 你明明不是妖 为了一个女人 硬说自己是妖 周富生 你知道妖要怎么处置吗 你真的不怕死 只要你放了林家的人 我是死是活 我们都可以商量 我还可以告诉你 如何除妖 除妖 我现在就是妖 当然了 你这么无法无天 同妖怪没什么区别了 周富生 你呢 你呢是为了林小蝶而来的 逃 我成全你 来人 把林小蝶 给我押上堂 传 林小蝶上堂 传林小蝶上堂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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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他吧 我已经说了 是我用妖术迷惑了林小蝶的 他是无辜的 我才是妖怪 你就冲住我来吧 他是胡说的 你听好了 只要你放了他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不可以 周富生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 还有 那可疑的五个男孩和那两个男子 他们两个是天师钟馗的兄弟 他们是降妖除魔的 天师钟馗的兄弟 他们是降妖除魔的 那妖呢 魔呢 你怎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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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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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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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爹 小爹 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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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驾 告示他们 你没事吧小蝶 小蝶 你手怎么样小蝶 让我看看 我没事 父神 父神 我们刚刚差一点就死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跟你分开 我评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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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父生 父生 不要 周父生 我是来帮你报仇的 你不可以杀他的 为什么 你答应我的 要求个好结果的 所以你不可以杀他 他把你害成这样 你还护着他 他是个好人哪 他没害过我 确实 演召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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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 ajust 走 逃哪儿去了 我感觉它就在这儿 好 那我用火把它逼出来 这儿有只红蜘蛛 会是它吗 管它是不是呢 杀了再说 等等 大哥说过 不能误杀生灵 能确定的再说吧 那怎么办 放它一条生物啊 再到别处去看看 你 你又搞砸了 是你的法术不行 灵小爹和钟夫生 都是在你手上逃脱的 我倒要问你 你当时在干什么 是想替那个臭小子报仇吗 放弃吧 为什么 我想做一个女人 我不想做光会害人的女人 我现在不跟你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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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人还是神 你不是在念叨我吗 我就是钟魁 你就是钟魁 你怕了 我不是怕 真的很像 我跟你真的长得这么像啊 难怪你的两个兄弟 把我当成了你 你觉得我们两个像吗 像 不仅长得像 就连命运也像 就说我吧 六岁那年 爹妈离开了人世 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 过了二十多年 本以为能脚踏实地地 过完下半生的 是一只晴天比利 掉下来一个绣球 为什么说是晴天比利 那是你的好运 哪里是好运 哪里是福分 就像你一样 高中状元又怎么样 还不是噩梦一场 那是我的选择 一个冲动的选择 我是奋事嫉俗地放弃 你却不一样 你毕竟得到了真正的爱 得到真正的爱又怎么样 你看 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 我真想放弃 为什么 如果我不放弃的 我自己受罪不算 还会害了他 你真这么想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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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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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